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利全新地豪 新车的全新改变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新车 新车外形方面没有做太大的改进 而是承接吉利地豪的传统式车技 进气的格栅仍旧是水纹状 加上独特的标志使人印象很深刻 下方的格栅则改进成为贯穿整车 各置长条装饰 让车身阴气十足 新车的侧身没有做改动 依旧是简洁大方 改动最多的是车尾的这个部分 修改后的设计与整辆车流线更加契合 排气孔的双边设置 让新车的细节更加完善 焕然一新 新车的内部配置增加了许多 比如NEPA的方向盘 超大型的触摸显示屏 微电脑式智能空调等 其中NEPA的全皮方向盘具有人工智能的 人音操控和导航等功能 并且方向盘尺寸较小 很适合女司机用 不一样的车型还会有各自专属的配置 像高清显示器的仪表盘 具有调温功能的空调等 新车使用的依然是1.5升大小的动力系统 其峰值功率是109马力 耗油量每100千米 5.7升或5.9升 极力低豪的全新改变给许多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可以看出这款新车无论是外观上还是配置上都是诚意满满 现如今国产车纷纷崛起 给了消费者更多更好的选择 希望我国的民族企业能够继续潜心研究 推出越来越多令消费者满意的车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